大家好 今天是9月26星期三 也是这个棋子赚仓的高风日 明天就是棋子结算日 我想整个股市还是抓着这个高台 当然 今天暂时来说 指数最高是28,031点 那等于说恒征指数已经是 升破了4号的高位27,984点 那现在看起来9月份最低的指数 是12号的26,219点 最高的指数暂时就是今早的28,031点 那等于说9月份的股市是一个先低后高了 这样子看起来 由于指数已经成功回升到50天下以上 那基本上在移动线方面去看 下一个目标往上看的一定是100天线 好了 今年恒征指数 从1月29号的33,484点 回调到9月10号的26,219点 7个半月恒征指数 成为一个中期的反弹 要是说整个股市反弹 7265点的跌幅的三分之一的话 第一个目标我想应该是28,644点 刚好是100天线左右水平 要是说股市有成交再进一步 反弹7265点的跌幅的一半的话 那指数更有机会见到29,851点 等于说指数会进一步往下破 那个250天线 好了 5月份股市上升 6月份下调 7月份是上升 8月份下调 到9月份最终是上升 这个90看起来 那10月份不是头痛会下调吗 这个我想应该这样卡 今天那个9月底左右水平指数 是从指在一个大成交机上 出现一个突破 我想这个所谓的反弹 不会一下子过去的 怎么样也好 10月份最初这个阶段 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一线 要是说到28,400 28,600中间这个水平 要是有一点反弹 其实要回调也是很正常 因为从那个26,219点 19点开始的反弹到现在为止 其实来说恒生指数率 这个升幅已经18831点 这18812点 18812点 那这个反弹过后 要是有一个小幅度的整固效法 其实也很正常 对中期后一个阶段的股市看法 我还是看得比较正面 不过要是说股市要发展成为一个 新的中期升浪也好 一个大赢的升浪也好 我们虽然看那个指数 还要看成交 成交今年绝对不能少 一千亿 一千两到一千三百个亿的 这个大家留意 好了 今天说到这里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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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